加拿大餐饮协会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 面对新冠疫情的恶化 将近一半的餐厅将会面临在6个月内永久关闭的风险 近六成经营多家分店的餐厅老板也表示 会在半年内关闭至少一家分店 餐馆协会调查的报告指出 有65%的受访餐厅目前仍处于亏损的状态 仅有19%的受访餐厅达到收支平衡 目前处于亏损状态的受访餐厅老板说 预计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盈利 同时超过90%的受访餐厅经营者表示 他们非常担心未来三个月的经营状况 大部分说他们需要政府的协助 数据还显示 今年3月至4月期间 家国的餐饮服务行业有超过80万员工失业 或者工时被削减 在5月至9月份期间 餐饮服务恢复了约40万个工作崗位 但随后由于第二波疫情引发的限制措施 餐饮业于10月份再次开始走下坡 业内工作崗位也都再度流失 其中亚太华的损失 约12,000个工作崗位 多伦多失去多达33,000个崗位 皮尔区和约克区分别流失14,000个 以及8,800个崗位 加拿大餐馆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Toke Barrett表示 希望联邦政府能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工作小组 以协助加国的餐饮行业 并为该行业复甦定基础 他也都督促联邦和省政府能作出协作 使商铺的租户避免因为欠租而遭到驱赶 同时也希望政府能向保险公司施压 阻止保费格格暴增 并兑现业务中断的赔偿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曾经表示 省政府正在通过主要街道复苏计划来支援小企业 包括承诺现行的法规到期前 永久容许持有执照的餐馆 将酒精产品作为外卖或者送餐的一部分 容许一个星期七日全天后的送餐服务 并为雇员和雇主提供心理健康支援等服务 联邦政府也都在今年秋季经济报告中曾经承诺 将会为加国的餐饮和业务受损最严重的其他企业 提供特定的援助 但至今还未公布明确的信息